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说说德国新政府 其实主要是说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是德国新总理叫肖尔茨 另外一个是德国80后女外交部长 叫贝尔伯克 她是绿党的人物 今年德国大选是9月26日举行 德国社民党得票率最高 但得票率也只有25.7% 非常低了 两个月后社民党邀请另外两个党 一个是绿党 另外一个是自民党 通过艰苦谈判组阁成功 从而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三党联合执政的 严格上来讲以前德国也有三党执政的 但是当时人们一般是把默克所在党叫基民盟 还有另外一个党 他的姐妹党叫基舍盟 看成一个党 所以我刚才说了 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三党联合执政 目前德国党派比较多 也说明德国社会日趋多元化了 也看怎么解读了吧 也可以解读为德国现在撕裂更加严重了 这与我刚来德国时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一个党单独赢得选举是常态 甚至有的党派的几十年一直赢得选举 而现在社会日趋多元化 估计因为是互联网 还有社交媒体的兴起 导致信息传播更快 更开放 更透明 社交媒体上各种什么虚拟的社团 组团也更容易了 这些都分散了传统大党的选票 不过这不是今天的主要话题 这个月上旬 德国新政府真正走马上任 教肆毫无悬念 出任总理 按照德国组阁的常态 得票率第二高的政党 他派人出来出任副总理 还有出任外交部长 而中国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还有李克强 都给希奥茨发了贺电 从此16年的默克执政宣布结束 作为我们中国人还有华人 我们当然特别关心 新一届德国政府 它的中国政策到底怎么样 德国是世界上从经济来说是第4强 一个是第一强是灯塔 第二强是中国 现在一二 我觉得从经济来说 如果是光看经济 值得讨论到底谁是第一 谁是第二 如果是说军事的话 肯定是灯塔国最强 好吧 第三是日本 然后第四就德国了 德国是在欧洲 又是经济第一大国 如果是说政治还有军事的话 可能是法国 因为法国毕竟是联合国 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反正德国相对来说 对中国来说是比较重要一个国家 又加上德国的经济 跟中国联系比较紧密 所以德国的新政府 它的对华政策到底怎么样 我们一般来说关心政治的人 可能也会关心德国新政府 它特别是对华的政策走向 刚才说了 这一届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 到底怎么样 我认为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 仔细来分析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刚才说了德国新政府 我们今天就想主要说这两个人 一个是德国的新总理叫肖尔茨 另外一个就是贝尔伯克 他是外交部长 肖尔茨这个人 我们说说他的历史 1958年生 跟我家的大哥童年 那时候希德的青年 他们这一代人非常左派 对中国充满了过分正面的浪漫 当年他年纪不大 可能影响没有那么深 但他绝对是在左派环境中长大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1975年的时候 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就加入了青年社会主义者 青年组织 之后他一直在左派组织中担任重要的职位 大家可能很难相信 肖尔茨他曾经批评过 北约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同盟 而现在他是同盟中的一个重要国家的第一把手 想来是不是有点讽刺呢 后来肖尔茨加入了德国盛民党 出任过汉堡内政部长 还出任过汉堡的市长 7年做了7年汉堡市长 汉堡市相当于德国直辖州 有点相当于中国的重庆天津上海 这样的直辖市 2018年开始担任德国财政部长 所以此人在政治方面还是相当老练的 另外他的职业是律师 所以我估计他的逻辑推理能力也比较强 是一位冷静理智务实的人 这是他给我的印象 虽然今年我没有选他 但他出任德国总理 我觉得从目前德国政治生态来看 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一个人选 而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从他的政治背景来看来推测 他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 可能他的敌对意识形态比较少 更为务实 而且这个人性格比较稳重 他又是原来内阁的成员 也就是他在原来做了三年的财政部长 如果没有另外党的前置 我甚至觉得他可能会与中国展开非常良好的合作 都有可能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说这届政府中 一位重要 但是有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 那就是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他能走到今天 肯定得益于整个德国社会的政治正确 对女性的照顾 也就是说规定把一些资源分给一定比例的女性 在党内在政治层面也一样 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他的履历 我发现他没有任何亮眼的地方 他在16岁的时候到美国做了一年的交换生 他在德国后来就读了学士 然后学士毕业之后 他到英国的伦敦读了硕士 然后在这里干几年 那里干一年 后来他就从政了 绿党的人他们的思想一般我认为就比较偏急 又加上没有在企业界工作过 也没有真正的在政界高层谋过职 他当选前绿党是反对的 所以没有管理州或者是国家的经验 几乎等同于政治素人 还有这个人一直比较反重 不过这也难怪 因为他是1981年1980年出生的 刚刚40多岁41岁40岁 他大概10岁的时候 大概就80年的话 就是1990年 他刚刚懂事可以这样说 那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 对吧 全东欧都崩溃了 前南斯拉夫也解体 所以那段时间 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没有抵抗力 然后这边的媒体报道都是非常负面的 对吧 又加上他亲自看见了苏联的解体 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好感 这也难怪了 对吧 所以他就几十量被他们的媒体 这样可以说洗脑吧 所以他能够对中国有什么任何正面的好感吗 我估计没有 所以从他过去或者是他参选的时候 他讲的一些非常硬的话 或者是他上任前还讲的一些 对俄罗斯 对中国 还有对伊朗 也讲了一些比较强硬的话 从他的讲话可以看出来 他这个人可能是意识形态 比较严重的一个人 而且从他履历来看 他跟亚洲没有任何的联系 肯定不了解亚洲 可能没有去过亚洲 可能去亚洲度假都没有去过 所以他对中国充满了偏见 也就不奇怪了 刚才就是简短的介绍了一下 德国的女外交部长 她的履历 还有她的政治观点 此前有媒体披露 肖尔茨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传话了 说他将继续前任默克的务实对华政策 我估计因为原来他就是默克内阁的成员 估计在离任前 默克肯定与肖尔茨进行了促期长谈 交代了与中国打交道各种方方面面 我认为是这样 还有我估计他应该作为财长 过去三年可能去过中国 所以他跟中国打交道 肯定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肖尔茨还表示 将会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 绿党和自民党进行牵制 在今年10月份 肖尔茨还表示过要支持中欧投资协议 德国新政府将奉行怎样的外交政策 市民党籍的总理肖尔茨主张继续默克务实的理念 而绿党籍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则宣称 执行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外交路线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 总理和外交部长他们两个人理念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在重大外交问题上 比如说同美国的关系 对俄罗斯的态度 以及对华政策等问题上 德国它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内阁制 它的总理是第一把手 所以他有话语权 总理府会指明方向 这是因为德国它是内阁制 总理在德国是第一把手 所以他有话语权 孝奥茨总理周三也就是12月15日 在议会上宣读了上台以来的 第一个政府声明 这也是他制定的施政纲令 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 绝大部分谈的都是德国内政 只是在最后的10分钟 他谈到了外交政策 谈到中国的篇幅不长 但是有很强的指向性 德国新总理苏尔茨 在首个政府声明中 没有使用价值观外交这一词汇 表达愿意同中国进行合作 与公平的竞争 孝奥茨讲到 欧洲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新东方政策 新东方政策是什么 因为中国是所谓的东方最重要的国家 其实它的新东方政策 就是它的中国政策 紧接着他说 作为欧盟我们不会分裂 这也是针对那些非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 比如中国已经在科技 还有军事领域成为强国 中国领导层非常自信的伸张其利益 德国和欧洲也应该充满自信 和积极主动的伸张我们的利益 他还说 我们要从真实的中国出发 制定对华政策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会对糟糕的人权状况闭嘴 对建塔普世价值标准的行进不做任何评论 他接着说不可改变的是 中国以其规模和历史 在国际社会上享有中性地位 正因为如此 德国应该在气候危机 疫情 还有军事控制方面 同中国展开合作 他说我们愿意同中国进行公平 互利 规则平等的经济竞争 从以上发言可以看出 肖尔茨没有使用外交部方面的价值观 外交这些词汇 其次 对华政策要建立在一个真实中国的基础上 肖尔茨虽然提到中国在科技 军事方面非常强大 但避免使用制度竞争这一概念 而提倡公平互利的竞争 德国总理在政府报告中 有关对华政策的定位 没有引发媒体的强烈关注 因为毕竟比例非常小 有关中国的部分的肖尔茨 大约只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 当天政府声明宣读过后 轮到反对党发言了 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布林克豪斯 也谈及对华政策 他说对我们国家的中小企业 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的富裕程度 中国的挑战超过所有税收 和福利政策意义的总和 因此德国的外交政策 必须深入研究这一议题 他说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 虽然重要 人权固然重要 但您身在其位 也必须代表我们的利益 以及经济利益 显然这句话 就是说给德国的新外交部长 拜博克听的 而拜博克以前在各个场合 不断重复他的价值外交观 贝尔博克刚才说了 他是个80后 估计这个人真的没有去过亚洲 所以绝对不可能了解中国 他眼中的中国绝对是媒体灌输给他的 况且出于价值观的原因 他与灯塔国绝对有天然的亲近感 另外一点 贝尔博克他是主张关停北溪二号项目的 主张对中俄都强硬 不过最近他的话语有所缓和 被看作推行价值外交的 德国新外长拜博克 没有公开呼吁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会 他称正在通过磋商制定统一的欧盟路线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公开表示 不参与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还有德国的新外交部长 他上任后还做了如下的公开表态 他说外交最重要的任务是预防缓和 以可能的最佳方式解决危机 他这点讲得好像很理性 在上个礼拜举行的G7外长会议上 贝尔博克爱强调 七国通力合作不是为了一起去针对谁 而是为了支持什么 他还表示在所有全球问题上 中国都是合作的伙伴 但同时也是竞争者与体制对手 他强调七国集团希望在公平的条件 以及尊重人权的前提下 与中国进行合作 刚才说了 既然法国已经公开表示不参与抵制 那么德国单独站队 灯塔国的可能性 我觉得比较小 德国还得从经济角度考虑 抵制后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这点我认为德国总理肖尔茨 要比德国外长贝尔博克更加清楚 就是经济方面的后果 由于美国一直谋求制裁 以及关停北溪二号项目 总体来说 目前德国普遍对美国持负面态度 即使现在拜登上台 德国对美国的态度 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肖尔茨应该也不是个亲美的人 因为他的履历就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德国的外交政策 不大可能特别亲美 毕竟虽然贝尔博克 他是一个绿党的人 他比较亲美 但是老板是德国的肖尔茨 他是左的 他相对来说不是特别 我认为他不是特别喜欢美国 我认为 好 总结一下 由于德国内阁制 总理享有最大的话语权 肖尔茨这个人比较务实 冷静 还有理智 总体来说 我认为德国新政府大体来说 会延续过去多年来的 德国务实的对华政策 虽然因为绿党还有自民党也在内阁里面 可能与中国会有一些摩擦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 我希望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小 最后我认为 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 不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朋友们 我们说点题外话 咱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图片了吧 这是左边62岁的德国 现在新总理叫肖尔茨 对吧 右边是1984年时候的他 我们可以看到1984年的时候 他还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从看到这个图片 从侧面来看 你看我觉得用今天的词汇来说 他真的可以算得上一个小鲜肉了 对吧 而现在没有了头发 我看这个图片 我就想有一些感想 非常感慨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欧洲人 我见过的 他们年轻的时候 他们小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长得特别好看 可惜他们越长大 就是越长残了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遗憾的 我在我的朋友圈 还有在德国家庭这边 我就见过这样的例子 真的 小的时候和现在好像完全不同一个人 有点遗憾 这是今天的可以说是题外话吧 好吧 各位网友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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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